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问杨子理想对象像不像我 杨子的回答让张艺兴瞬间不淡定 相信很多人是从家有儿女就认识杨子的 一部家有儿女伴随着大家长大 很少和张艺兴合作的杨子 却因为网上经常传出两人的绯闻恋情 才让杨子与张艺兴都对对方有所了解 张艺兴的颜值形象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男神 原本就被不少异性粉丝追求 加上张艺兴不断努力拼搏出来的成就 成为人气偶像的张艺兴一直有不小的影响力 但最难得的是生活中的张艺兴 谦虚有礼貌 待人善良温柔是被不少长辈夸赞过的帅小伙 杨子本来就不是用颜值征服群众 自身所携带的活泼和热情不断被粉丝喜爱 不少粉丝都是从杨子大大咧咧的性格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可能正是两个人性格的契合度 才让粉丝会不断的克制对CP 令人没想到的是 张艺兴完全不介意杨子是非文女友 还能随口便脱颖而出 承认杨子与自己一直是非文恋情的关系 一次张艺兴问杨子理想的对象像我吗 不料杨子回对张艺兴 你的确有几分帅气 可谓是让张艺兴不淡定了 那么你们希望杨子和张艺兴继续发展成情侣吗 欢迎留言评论 024部新剧来袭 环都市实力派演员阵容 张艺兴新剧有爆款前置 2021年仅剩一天 2022年即将降临 在接下来的1月份 有多不好剧准备开播 毕竟寒假是不可多得的收视黄金季节 各大电视台和网络平台自然要好好抓住机会 拿出自己最看好的作品 我们先来看看四部阵容豪华 即将来袭的新剧吧 环都市实力派演员阵容 由樱桃、孙艺舟、袁洪、江炎连妹主演的都市爱情剧 幸福二重奏定档2022年1月3日 在央视八套上星播出 网络平台在芒果TV独家播出 这部剧聚焦婚姻与家庭 讲述了当下年轻人在工作、生活、婚姻上面临的重重难题 该如何平衡各种问题呢 相信这部剧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据悉 家庭群相剧《落花时节》即将接荡黄景鱼和王丽 昆领贤主演的都市爱情剧《三生有幸遇上你》 该剧预计于1月中旬登陆浙江卫视 东方卫视双台联播 网络平台优酷全网独播 这部剧的阵容非常强大 领贤主演员全 雷佳音、张一星、主演贾乃亮、罗海琼、梁冠华、恋恋 这部剧的演员几乎都是老戏骨 看起来就很期待 由张志林、杨颖领贤主演、李采化、熊带琳、罗仲谦 黄浩然主演的港剧《家族荣耀》定当于1月4日在优酷全网独播 该剧讲述了危机四伏的豪门婚姻和商战 以及背后的明争暗斗 引发出关于亲情、爱情更深层次的思考 《家族荣耀》这部剧的阵容堪比TVB还庆聚 全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港剧中的老演员 豪门恩怨的剧情也很让人上透 带大家秒回十几年前追港剧的日子 喜欢港剧的小伙伴 一定不要错过哦 由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领贤主演、丁永代、萨日娜、程太深、隋俊波等多位老戏《古清晴》出演的年代剧《人世间》即将于春节登陆央视一套 该剧改编自著名作家梁小生的同名小说 该作品曾经荣获矛盾文学 讲述了位居北方某省会的周家三代人 历经几十年的命运浮沉 展现了上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 这部剧非常有时代感 剧中的服装造型让大家 《人世间》这部剧剧中有很多非常有时代感的元素 火柴、弹珠 房顶上枝压枝压旋转的吊扇 冒着白烟轰隆隆飞驰而过的火车 还有街道上道站就叮零 零响起的年代感十足的电车 整部剧的制作非常用心 福道化也很用心 细节见品质 这部剧的品质还是非常有保障的 等到春节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愉快地追啦 四部新剧来袭 环都市实力派演员阵容 张艺兴新剧有爆款前置 在以上四部戏古云集的影视剧作品中 落花时节是观众最期待的一部剧 很多观众也很期待张艺兴在这部剧中能有新的蛻变 其他三部剧虽然不如这部热度高 但都是实力派演员 演技也很有保障 不知道你最想看哪部剧呢 一起来聊聊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